转拍一张红心6 发出一张6以后 刘轩拿到了一个葫芦 实现了缓潮啊 轩姐的春天来了 欢迎来到大横的招 今天我们带来哈斯拉娱乐场 全明星牌局 场上有两位华人美女牌手 分别是刘轩和Cia 这张桌子上的盲碌级别 是25 50 100刀 我们来看这手牌 这手牌官方给的时候 就是到这了 那Cia拿到一个顶队 查尔斯老板是一个抽花 抽牌一张藏花钩 Cia凭借一个两队 稳到了最后 在前位选择了过 查尔斯是一个破产抽花 也没有再去做绝命不浪 那Cia起开得胜 Cia的吸食代入是1万刀 现在后手马量 已经来到了27,050刀了 那水上了1万7 查尔斯老板是败5万啊 不知道败了多少次了 然后最后一次是买入了20万刀 现在是场上水下最多的选手 查尔斯在庄位 拿到了巴斯杂色 加速到1,000 庄位拿巴斯加色 接近一个全范围的加速啊 这个打得太松了 到庄位的Cia 选择了库 踩实来到了2475刀 翻牌 4,5,6,两条红心 Cia拿到了一个带顶队 两条刀顺 在前位选择了库 查尔斯是一个带底队 卡7的听顺 如果卡到7啊 那两位选手就冤家了 一个中两队 一个拿到顺子 Cia加速到3400 查尔斯老板选择了靠 踩实来到了9275刀 我们来看一张转牌 转牌一张草花石 没有改变双方的胜负关系 对Cia而言 多了一顶帽子 继续零打5000刀 查尔斯老板选择了靠 查尔斯老板的气排率并不好啊 Cia这个下注还是希望能够直接收持的 那合拍一张草花圈 Cia凭借一个对六 稳到了最后 在前面选择了过 查尔斯老板并没有诈呼Cia 如果查尔斯打出一个加注 我觉得Cia不好接了 这手牌我认为Cia在转牌 没必要打5000刀啊 如果是我打的话 我就选择过了 那很有可能我就少说5000刀 感觉这会儿查尔斯老板 有点灵魂出窍了 就是你看他拿一个五万刀 推奥印或者是靠一个5000刀的下注啊 真的是轻描淡写 真的是有中国老板的这个风法啊 期待太后一天去打传奇扑克 和老炮啊 这个宇查尔扬啊 好Cia在三B位 达到了勾勾 面对加注 只是选择了靠 翻牌三KK 哎呦这个牌被反抄了 查尔斯老板拿到一个名三条 主动下注 打1000刀 刘轩的66 有防守的能力 选择了靠 回到Cia Cia这个牌很难弃啊 牌面如果发出一张K 这手牌好弃 发出两张K 几乎弃不掉 发出三张K啊 那没有弃牌空间了 转牌一张红星6 到查尔斯老板 哎发出一张6以后 刘轩拿到了一个葫芦 实现了反抄啊 我说查尔斯老板这个胜率怎么掉到只有18%了 下注6000刀 宣姐的春天来了 刘轩加注出来 我们来看尺度 加注到15000 费用后料 回到查尔斯 推了 那刘轩肯定是秒靠啊 两位选手协商跑两次 铲石定格在74725刀 两位选手的胜率是18% 对82% 28开 if she holds 哦 合拍一张10 我的天哪 赛斯老板拿到了一个葫芦 实现了反常 you called the 10 ha 6 magic you're the worst 第二次 哎呦他有什么补牌啊 就真的只有K和10的补牌 合拍一张方便3 get out of here worst 哎 发出方便3也是可以的呀 哇 刘轩这手牌胜率80%多 两次跑马全部跑掉了 查尔斯老板成功收持 发出一张3以后 查尔斯老板拿到了三张K 两张3的这个大葫芦 查尔斯老板都有点不好意思 第一时间向刘轩表示建议啊 这也太有中国老板的风格了 非常好 那轩姐是非常惨 做对了事 得到了一个错误的结果 他今天跑马真的是倒霉 就是我看到他两次 70%左右的胜率啊 跑马结果发出一个 这个平分踩实 然后胜率55开的 也是平分踩实 这次更倒霉 胜率80%几 然后两次全部发掉了 咱们来算查尔斯老板 如果是1%的胜率 两次连续收持的概率 也就是25分之1 3% 4% 一般咱们说3%的概率 就是小概率事件啊 这次就让轩姐碰上了 这个太离谱了 真的是太离谱了 刘轩拿到了 A轩拿色 三排出来 查尔斯老板拿到66 选择了靠 我们来看翻牌 A5圈 这手牌给刘轩一个 报仇的机会 但是对手却是 没什么支付能力 主动下注 查尔斯老板选择了靠 我们来看一张转牌 我有一个不祥的预感 好 是一张三啊 没发出一张六 那查尔斯老板选择了过道 刘轩 双方面需要快打 直接推掉太快了 但是打一个七八千刀 问题不大 七千刀 查尔斯老板负料 刘轩成功收持 稍微回一些水 哇 刚才那手牌发的 真的是我觉得 太难受了 其实没什么好说的 就是运气不太好 但是 你见到你的好朋友 第一时间想分享的 肯定还是这个消息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系列最终的成绩单 这个是马量情况 安迪是 4377,775刀 Mikki是428,150刀 Wesley是24万多刀 VPIP最高的是 查尔斯 51% Andy是42% Professor 30% CIA是24% 降得不错 刘轩最低 只有20% VPIP控制得非常好 那家住情况 Andy是排名第一 33% 查尔斯排名第二 25% 盈利情况 排名第一的是 马量 106,675刀 Wesley是第二 不到5万刀 Professor排名第三 42,000多刀 那CIA是水上 20,100刀 输最多的是 刘轩 93,725刀 那这个系列就结束了 咱们下个系列 再见 HAPPY BIRTHDAY